OK 好 OK 所以 那我們就繼續 OK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有了我們的 i-sign over action 我們 derive 所有的 i-sign 當然這個部分只是在討論 pure gravity 的部分 我們有 pure gravity 當然也有很多其他的 各種各樣的 quantum field 存在 各種各樣的 matter field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這 action 可以怎樣 被 augment 我們可以現在再加 matter field 所以我們學過的 matter field 就是很簡單 就是只有 scalar vector跟那個什麼東西 跟 spinner 對吧 所以我們就來一步一步的加上去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要加 again 我們就很簡單 然後我們都可以直接在我們的那個程度去 我們的 5 等等上去寫 所以如果要加 scalar的話 我是可以加 1 的負 1 然後 again 我再乘上什麼 我再乘上 delta a 5 delta a 5 scalar的話沒有什麼沒有 我們可以加 m square 5 然後我們還可以加什麼 我們還可以再加上 a 再乘 5 再乘 r 比如說這樣子 5 square 5 square 所以這沒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看我們的 rule 是什麼 這沒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 rule 就是很簡單 就是用 covariantor 來 act up in a scalar field max 又還是max in a scalar field 也可以 coupled到 Riemann tensor去 對嗎 為什麼我們特別列這個理論中 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 higher dimension upper 我們等到稍微之後一點再講 比如說如果我們講到 decider space 我們會討論 conform only coupled scalar 所以我們會發現實際上是會 share 這一下 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到時候再講 事情 所以我們如果有一個 scalar field 那當然這時候還可以有什麼 是不是還可以有 一個 arbitrary scalar potential 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也可以 當然我們也可以加 spinner field 那spinner field 是不是我這時候 我可以再加上 我現在EFV我就不寫了 那這時候你就看到 spinner field的好處了 因為你們知道 spinner field是 side bar 對不對 del A 我現在可以直接這樣寫下來 再加 M side bar side but everything 我就直接把 我原來的 quantum field 對於裡面的 東西我就直接把它寫下來 裏的不同地方 只有 the derivative 把它寫成 covariant derivative OK the fact that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precisely 就是這個 這是這個 approach的好處 OK 因為你這個 del A 本身就已經在 flat space index 對不對 所以在flat space index 因為我們知道 你的spinner composition 最一開始 你們都知道 你的spinner的contraction 是不是with respect 你的gamma matrix 因為你的gamma matrix 是completely defined 在flat space 對 它只是Lorence generator 的computator 對不對 所以你們 所以說 如果我在這裡面要寫的話 我這邊是不是 你們都知道這個東西 是不是 事實上 其實我不應該這樣子 應該寫這樣子 你們知道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什麼 是不是就等於 這個delta A 在乘以gamma A 在乘以gamma 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個好處 因為假設說 你今天是在 是在curve space 你今天只是 我已經說 你今天如果只用curve index 的話 這個東西 doesn't make any sense 你並沒有curve space 的gamma matrix 對不對 更加明白一點 你並沒有這個東西 你並沒有說 你如果在curve space 你curve space的gamma matrix 等於你要解什麼 你要解 gamma mu gamma nu 等於了 beta g mu nu 你現在變成是gamma function 不是那個gamma function OK 所以說如果說 你今天只用 你的 只用你的metric 來定義你的gr 的話 你會碰到問題 你不知道怎麼去couple 它spinner 因為你如果要沿用的話 你知道你的spinner 是用 我們spinner 是不是完全是用clipper 一開始的gamma 跟algebra 來define的嗎 這學期一開始 我們establish的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說 在curve space的話 你今天不能再放 eta ab 你沒有任何的eta可以放 對不對 所以就代表說 你唯一能放的 是g mu 你知道怎麼解這個equation OK 事實上 precise 就是你要怎麼解這個equation 可以代理 誒 可是我知道說 我已經知道 我在flash space 有這個 這個東西了 對不對 有eta ab 那我是不是可以乘上 某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對不對 把它變成 對不對 把它變成curve的 對 我是不是可以乘上一個function 把它變成curve 這個東西 你一旦想要這樣做 你就把它調到我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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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子的approach OK 所以 precise 因為 我們都是用這個flat index 來寫 所以對我們來講 couple到 一個permium 這個piece of cake no problem 我們就直接這樣寫 就直接couple到 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good 所以 其實所以 由此可 你們可以從這邊看到說 所以說 如果說我要把 從這樣子 從這樣子的language底下 我要把一個quantum field theory 放到curve 所以其實超級簡單 因為你quantum field theory 已經在flash space被define 你到curve space 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全部都把 你唯一需要做的 只是把 你任何在flash space裡面 都變成這種covarian derivative OK 你今天都變成這樣子covarian derivative 這個時候 然後 然後 我這邊再解決 再加上 你看 就是e的負一 我說e的負一 我剛才就寫e的負一 這整個這樣框起來 OK 就overall就是那個e的負一 當然我這邊就可以有 那個什麼 四分之一的 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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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 那個 maximal 那個maximal view circuit 所以這就很簡單 就是你原來有flash space 你隨便行 你的老關係是什麼 你promote到curve space 就是這個 我也需要做新 delta 變成covarian derivative 已經成了 OK 如果說 你要把它寫成 比較familiar的形式的話 這當然我們又可以把它寫回來 我們把它補出去 換成curve space的index 比如像這個東西 如果你想要跟一般GR的 做比較的話 我就把這換回curve space 就可以跟一般GR做比較 所以我這邊可以乘上 e 對不對 e a mu e b f u ne e c rho e d sigma f rho sigma 然後當然我這邊 a跟c contract b跟d contract 所以我這邊 再乘上 e e ac e b d 這樣可以嗎 我讓它這個flash space index contract在一起 或是我這個用 eta a c 跟eta bd 把這個東西 race out a 這個東西race out b 這樣它們可以contract OK 那你又知道 a c 跟這兩個contract在一起 a b d a mu d c mu 這東西等於什麼 g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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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會等於 四分之一的 這個部分的話就會等於 四分之一的 gmu rho g 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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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般 curve say index 寫的話會變成這個樣子 OK 可是 flat index 就是literally sigma 這樣子 這樣有什麼問題 OK good 好 那 所以說 我們從這裡來看的話 我們把一個東西把它promote到 curve space 所以我們就說 nothing special happened 就直接 你在flat index裡頭寫下 就直接就變成 curve space 那 所以說看來是沒有什麼 那個 但唯一會 你會 所以我們在原來的 Lagrange裡面 我們還會討論 我們是會討論 concern quantity 對不對 concern quantity 就是對應對稱器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可以想像說 今天那我今天要怎麼在 我這curve space裡面 描述這些對稱器 OK 所以 我 這時候我就引進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 killing vectors 對 比如說像 像 像講好 我們今天講說 我們的 我們那個什麼東西 我們的 space 在一個球面上 space in principle 是contact 那當然 obviously有這個球的話 你們知道這個球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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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3的旋轉對稱性 對不對 那我們會問說 那我今天如果說 我的 這個 這個solution 是在這個球上面的話 那個什麼 當然首先這件事情 這個solution 就一定要有cosmological concern 就是compact space 所以你會必須要 這個cosmological Anyway 但是我們先講到 你現在這個球上 你現在這個 有這個球 這個 這個旋轉對稱性 我怎麼樣子 從我的metric 看到這裡 OK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說 你不能說 我要有個change of coordinate 它會不變 因為你的notion 這個球 你說它旋轉會不變 這件事情 你在想這個 你有這個圖像 你是把他想像說 你把這個球 mbed在一個更高 對不對 可是我們說 當我們在討論 我們這個metric 有沒有什麼mbed 在更高的這個story 並沒有嘛 就是單純只是一個metric 對不對 並沒有你的這個東西 我們任何時候 我們在畫handle的時候 說 這是一個曲面 那時候 你在看 廢話它這個曲面 因為你在更高的角度 來看它 對不對 但是 這更高的角度 你在這個東西 它不需要 它到底是不是需要 它不需要 不需要去 mbed在這個更高的角度 它就有它 intrinsic property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你怎麼去描述這個 intrinsic property 在這個面 OK 那為什麼我剛剛 不是明明來講 conserve quantity 為什麼我突然來講這個 因為這兩個東西 其實是relate的 OK 那所以 the fact that 你有一個 如果說你的這個 這個 你的這個 solution 在這個curve的區別 或是真的在flag space 因為flag space 是curve的一個 一個special 一個special case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有這個 extra的這個 symmetry在的話 那 你會 會有什麼能力 就是它就 exist 一個killing vector 所以killing vector 它的 definition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 你會有個 covarianly conserved quantit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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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k 一樣就可以展在 ka 調整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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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k k ok 所以如果說 你能夠找到說 一組k such that 你的covarian derivative 跟它commute 的話 那 你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這組k 就說你知道 direct depend 是你 depend 你的covarian derivative 長什麼樣子 你不同的curve manifold 你的covarian derivative 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不同的curve manifold 不同的curve manifold 是不是就代表你的 vr bar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你的covarian derivative 會不一樣 OK 所以你的covarian derivative 你能夠找到這個 solution solution space 就不一樣了 OK OK good 那 所以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首先你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 什麼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有一個 symmetry 有這個 你的space 有這個symmetry的話 你這個symmetry一定會是 group 它一定會是closed group 一個正常的 就是它一定會是跟我們 平常所習慣的 說symmetry它形成一個group 這個notion 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 by definition 你如果說 長到一個 killing vector 我們叫 by the way 這通常我們叫 killing vector的原因 它其實對應的是 對應於它 這個是killing vector 可是 你會說 我為什麼會有 我不是還有expert piece嗎 expert piece 有沒有什麼名字 其實我也不知道 它有沒有什麼名字 通常不會講到 這個expert piece 因為 就通常在講 Gravity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 忘記有vermium 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東西當然 obviously acting on 這些fremium state的東西 所以大家 大部分都不考慮 所以就只會講 killing vector OK 那 Anyway 你如果真的要 fully去 define 你的 symmetry 的話 你必須要 exist ka 跟這個 kab的部分 但是 ka的部分 就是killing vector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 the existence of killing vector implies 會告訴你說 killing vector 一定形成一個group OK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是不是可以看 假設你有兩個killing vector k1 k2 它都滿足 它是covarially constant OK covarially constant 就是指說 covarially derivative acting 就像個concept一樣 the derivative the derivative 它也是 所以 假設我先有k1 k2 都滿足這個 equation 好 那我是會考慮我的jacobi identity 一樣 我的k1 表A k2 我們是知道 from jacobi identity 對不對 k2 k1 再加上 知道等於0嗎 對吧 就是你的jacobi identity 但你已經知道k1跟k2 是一個 是一個 一個killing vector 所以如果k1跟k2 是一個killing vector 你知道這東西是等於0 這東西等於0 這東西等於0 所以就代表 diala跟k2k1 也不需要等於0 對吧 那 diala跟k2k1 如果等於0的話 你這個diala 但是就代表 k2k1 它會產生另外一個killing vector 對不對 所以你就得到說 k2k1 diala diala 現在我們在討論是說 你在curved space底下的時候 你怎麼去討論 symmetry 你討論 the existence of symmetry 就是在curved space底下的時候 其實就對應的就是 the existence of 那個什麼東西 existence of 這些killing vector 我手好像太髒了 我覺得它不動 好吧 好 good 所以說我們知道 我們的killing symmetry 我們的killing vector 會形成一個group 那我們當然可以work out 這個東西等於 你的explicit constraint是什麼 所以 這個東西等於0的話 這其實沒什麼 因為你們知道說 我已經知道 這個k的展開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你也知道說 你的covarian derivative 你會覺得展開是什麼樣子嗎 again 你就只會一直做communication 你就會得到你的 那個什麼東西 你就會得到你的killing algebra 所以我把它寫 我就直接把答案寫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事實上就會等於 DELTA A KB 加KAB DELTA B 加2分4 KB RAEC 加2分4 所以你的K必須要Satisfy 所以這種狀況就是所謂的Killing Equation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找到一個Solution 你在某個情況下 你找到Solution的話 你要問這個Solution容許哪些對稱器 你就要說去Salt 你能找到幾組K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一個最Trivial的 我們講說Flat Space Flat Space你是不是會Expect說 你能夠找到那個什麼東西 我們會找到那些什麼 很簡單的Flat Space就是Transition 的Symmetry 對不對 所以Flat Space 如果我們講說Flat Space的話 你的雕塘A會等於什麼 今天如果我們就Literate 我們找的Solution是Flat Space的話 By the way Flat Space是什麼 Flat Space 是不是就是 誒我剛剛 你 你們記得嗎 我們的I-Sign Equation 是不是R A B 剪掉Data A B R OVER 2 等於什麼 如果你沒有Tesmological concept 對不對 那 你這個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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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說這等於0 你這是不是很快 你R等於0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是不是Contract A B 就告訴你R會等於0 R等於0 是不是也告訴你R A B等於0 那 所以等於是你在 你在 這個等於是 你在沒有任何其他的 Field 只有Gravity 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你會 必須要Satisfy R等於R A B等於0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你要找到它的Solution 最簡單的Solution 是什麼 最簡單的Solution 是不是很簡單就是 就是你的E A Mu 基本上就是這個 Gelta Function 這個Gelta D 這最簡單的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這些R裡面 是都involved derivative acting on E 你E如果說這個長數很簡單 就搭到這裡 對不對 對吧 所以這是 所以這東西是不是最簡單的Solution OK 這樣 這樣可以嗎 OK 誰可以跟我講 那我既然E是 可以大家都等於 那為什麼不選擇E 是一個長數 而不是Delta A E是某一個Vector 一個長數Vector 是某個方向 你們知道還是說什麼嗎 我現在 這個Delta 我剛剛說 這個E 是個Solution 我只需要E 本身是個長數 它就會是個Solution 對不對 不一定要 一定要用Delta Delta Delta當然是個長數 但Delta 是個Specific的長數 對不對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你們該不會覺得 全世界的長數 就只有Delta吧 我今天E 是個16乘16的矩陣 Sorry 4乘4的矩陣 我Delta 我E 我E 只要任何的長數矩陣 都會Solution 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你不是Covarian 蛤 你全都是長數 你不是Covarian 什麼意思 不是Covarian 但 就 怪怪的 對不對 對 我們能不能把Specific 它怎麼怪 對 那是 那是Metric 你現在討論它的Metric in some sense 對你講得對 就基本上在做事情 你今天如果 我看 這是4乘4的矩陣 對不對 我們這樣任何的長數矩陣 都OK 對不對 都會Satisfy 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裡面 都Involved Derivative Acting on E 我們是強調 這裡面都是有 兩個Derivative Acting on E的東西 所以E只要是長數 就OK 但是 In principle E可以是任何的 4乘4的長數矩陣 對 我現在等於是說E 我把它 我把它定 還跟著定 剛剛回答沒錯嘛 因為如果你不是還跟著 你的認識 你就等於是 有某個方 特定的方向 你這樣就等於是 你這個Solution 是Break-Lorence Appearance的Solution OK 等於有個特定的方向 OK Anyway 所以展示說E 是一個 那個什麼 是一個 我們現在就選擇E 這個長數最簡單 那E如果是一個長數的話 好 那請問你的Covient Derivative 會變成什麼 Partial A 就變成Partial A 對 它就是正常的Derivative 那 你能找到K的Solution嗎 比如說你能找到 這個東西的Solution 這是很簡單 就是說你的KB 就等於 可以給它XB 對不對 然後KAB 就等於 負Delta 就找到這個東西的Solution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是那個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 R,A,B,C,D 你知道它是0嗎 對 這是Derivative K,C,D 可是你已經知道K 是個0 concept 所以這兩個 可以用的東西 Satisfied OK 所以從這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確 這個東西是associated 你的Rorance rotation 以及你這個 Shift Translation部分 對不對 OK 因為你的K 這個東西是associated Nont-Trivial Rorance rotation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東西 是X Partual X 這個Translation X是Shift 所以是Scaling OK OK Good 好 那我們現在有了具備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任何時候 你有任何時候 你如果Space Time 有X的Symmetry的話 那這X的Symmetry 對應說 你有這個Killing Vector 在 OK 好 那這X的Symmetry 你可以問這X的Symmetry 會不會Translate 到Conserved Quantity 那我們來看 OK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東西 好 現在這些東西 我就把它這樣 Total的Lubringer 然後我就加 等於這個東西 加Lung 然後再加 Lubringer Matter OK 通常會這樣區分 OK 所以這邊是所有的Matter 部分 然後這邊是你的 就是Graditional 部分 OK OK 好 所以說我們知道 其實我不應該這樣寫 其實我不應該這樣寫 這個應該 對不起 我朝張Action跟Lubringer 我都換了 換去 OK 所以我這樣子的話 我Variation 我的Action 會等於什麼 我這個Variation Action 基本上我會等於 這個 DXE的-E 我這邊就寫 Einstein equation 對 我剛才已經work out 這其實就是Einstein equation 這個部分出來 就是Einstein equation 的部分 OK 那這邊的話 你的Matter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 我們就知道 它一定是 一定是可以寫成 1的-1 在乘以 我們剛才CaB Tab OK 因為我們知道 在這邊也是 這邊是Einstein equation 在乘上CaB 對不對 那這邊就只是說 我VariMatter 我現在不管它Vari 是什麼樣 它最後就只是出現 CaB 在乘以Tab 我剩下的東西叫Tab 這樣可以嗎 OK 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 Stress Tensor Oh By the way 我這邊說我的Variation 我在Vari 我的Action的時候 我這邊指的Variation 所以我只Vari 我的那個 我的View-Bine的部分 OK 我們當然知道 你Vari 你的Matter裡面的 Matter Field的話 你一定會有 Matter Field自己的 一個人的Motion 那我現在這邊寫下 只是寫下 我的Vari View-Bine的部分 OK 我當然可以 我可以Work out detail 我的Stress Sensor 是什麼東西 但是這Dependent on 我的Matter Field是什麼 Case by case 你可以Work out 那總而言之 你就像 就像我們剛才 你會選 它一定是這個CaB 在乘上這個Factor 所以你的Variation 出來的這個Factor 在乘上你的Variation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叫它 Stress Sensor OK OK 那當然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的Variation 實際上 當然在我們的Variation 不一定是0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是說 如果你要Equation Motion的話 你當然就會 就會很Force 但是你今天如果是Variation的話 你的Variation 你要是怎麼樣 如果是Gain Symmetry 它就必須要是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兩個Gain Symmetry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Lawrence Symmetry 的話 你的CaB 就會Precisely 就等於你的Lambda AB 原來的這個Lawrence Symmetry 所以說 你的CaB 就是Precisely 就是你原來的Lambda AB 的那個Generating的時候 你這時候就 它的Fact 這東西必須要是等於 你就告訴你什麼 就告訴你 因為Lambda AB 在乘上TAB 必須要是等於0 所以這就是Lawrence 從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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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這意味什麼 這意味什麼 AntiSymmetric 因為這個東西 你唯一Lawrence 它只是個AntiSymmetric的Matrix 對 AntiSymmetric的Matrix 像TAB要等於0 對 這告訴你什麼 這代表 它的AntiSymmetric part 是不是就等於0 T的AntiSymmetric part 必須要是等於0 所以這馬上就告訴你 說TAB 是Symmetric 是Symmetric的 StressSensor 一定是Symmetric的 OK 同樣的 你今天如果考慮 這個CaB 這個CaB是什麼 你們還記得嗎 這個CaB 是你1的Variation 對不對 所以 你們還記得 我們今天 Variation 1 A μ 30等於CaB 對不起 CaB E B 所以 如果我是CaB 等於0 AB 是不是原來 E的Local Lorentz Transformation 對不對 我們 怎麼都 對不對 你們如果看 你的E在 你的Build Find 怎麼在Local Lorentz Transform的話 它就是 Transformation 就是Exactly 這個CaC改成Local AB 所以我才用這個東西來代表我的Local Lorentz OK 同樣的 如果我去看它怎麼Transform Under Local 那個Translation的話 就是等於CaC 或是等於 我只需要看它是Partial 它是Delta A C B Anti-Symmetra Sorry Lam-B Anti-Symmetra 如果這個東西再乘上Tab的話 要等於0的話 那這會告訴你什麼 你今天是Covarian Derivative Covarian Derivative Integration By Parts 對不對 所以這就會告訴你說 你的Delta A SntA 可以選擇 所以你的Stress Sensor 是Conserved OK 可以嗎 可以嗎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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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只在做什麼 我現在只在 我現在只在 derive說 我現在做Variation 如果我的Variation 是Gage Transformation的話 它當然就比較是0 我尊重我的Local 我的Lorentz跟Local Translation必須要等 那我現在 我當然可以回去 然後重新去Variant 你的Action 一步一步去做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說 最後已經是Covarian Cov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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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 我們最後要 我們最後要 把這兩件事情 Combine 在一起 OK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任何時候你的Metric 如果有Symmetry的話 那就代表說 你有這個Covarian Cov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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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Covarian Vector的話 那就代表你有Extra Cov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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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知道 Delta A Acting on JA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Delta A Acting on KB 對不對 甚至上 TAE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那個什麼 再加上 再加上 KB 再成 Delta 對不對 OK Good 那 這個東西 是我的Symmetry 所以我Symmetry 當然是conserve 對不對 那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其實Delta A Acting on KB 不等於 可是我們說 這個是NAS 你已經知道說 這個Delta A B是Symmetric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這只是Symmetric的P 所以我們剛才是不是 已經worked out 你的Symmetric的P是 對不對 這Covarian K的concent 你的Covarian 就是Acting on 這個KB 它是Symmetric的P 所以說 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接到這個東西 OK 所以就代表說 你可以有一個 Conserve Quantity OK 這是為什麼 在Platt Space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兩個 Conserve Quantity 我們這個一個是 Social and Momentum 對不對 來自你的樓 你可以從這樣的方式來 所以發現原來的 Platt Space 這些所有的 Conserve Quantity 這些東西都有 可以到達Curved Space 當然 provided在你的Curved Space 有些 足夠的Symmetry OK OK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 基本上 就是 已經有連Fold 這個Action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部分 要去做 所以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有從Fold Action出發 我們已經知道它的 Equation of Motion 所以 那個什麼東西 我們從這個Fold Action出發 我們可以再 首先我們就考慮它的 小路線 當然我們一開始就已經知道 它小路線容許Flad Space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這個Action 它對Fold 它對Fold 附近所做的Perturbation 所做的 這個Fold 的限制是什麼 這是我們會先 下個Focus 透過它的 它對這個 限制是什麼 它對它 這個Fold 的Prediction 是什麼 對這個Fold 我們下次就會 show 它Exactly 就Mapped 我們當初一直在算的 這些Fold OK 我們會MAKE 這個Connection 我們MAKE 這個Connection MAKE完這個Connection 之後 它對不是Fold Predspace的Solution 它會有些什麼其他的Solution 當然我們知道 我們會討論幾個 classical的Solution 但是畢竟這行課 是有GR在裡面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 一些GR的一些 classicalSolution 包括它的黑洞Solution 它的Dissender Inflation 的Solution 跟那個Edit 的Solution 我們會花點時間 再講一下 然後再來這段課 最後就是我們開始會Focus 上 OK Good 我們都已經DRIVE 那現問題在哪裡 我們已經知道說 我們怎麼Describe Predspace 我們也知道 它在Fly Space附近 所做的這些Predervation 這些Prediction 的確Match 我們從Moran-Serviarance 出發 Moran-Serviarance 跟Quantum Mechanics 出發 所做的Prediction 是一樣的 那到底問題在哪裡 OK 這是為什麼 我們這樣做 最後部分Attack的問題 以及Spin3 怎麼解決 這個問題裡面 出發 OK OK Good 所以我們今天到這邊 基本上今天很困 我知道這兩堂課 上禮拜跟這個禮拜 滿痛苦的 我們就是E 什麼E來E去E來E去E來E去 但是我 對 有點 有點故意吧 我故意把它弄得很痛苦 讓你們可以Give up 這種Approach 的Viewing 但是這個是 這個Credit Standard的 那個什麼 如果你們要的話 那個 我可以給你們一些Reference OK 我會把這個部分的東西 給你們一個Reference 你們可以去看 只是 我覺得最好的Reference 其實不是很好看的 因為 因為 對 Anyway 我會給你們Reference 對 OK 好 所以下次我們就從 Class-Based Appervation出發 OK